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那個Stamped的 電池改法 那去電料行買一個 9幅電池的電池套 建上一個應該只要個位數的零錢就夠了 我記得我是買一個五塊 然後把電池套 紅黑相連 也就是正極對負極 串在一起 串連 三顆 然後 負極 接到這邊來 焊起來 然後正極 一樣 這一端來 焊起來 然後注意的是 不要焊到這一端 這是外面 它是不通電的 這一邊 才是把電通到 那個強 強身裡面的方向 要焊對邊 這是不會很難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不焊起來 可以用一些東西把它固定 比如說 那個 電灰波 或者是 一些比較硬的黏土 縮鋼土之類的 然後特別提一下我的Stamped 是有 通過槍管 通槍管不會很困難 只要把 槍拆開 然後把槍管拿出來 用電鑽 從前面 鑽過去 通了就好了 這是蠻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鑽過槍管會像照片一樣 看起來 從正面看進去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 十字形 好啦 現在讓我們來測試一下 裝了27伏 並且換過彈簧的Stamped 打35伏 有多快 如果沒有卡彈的話 10秒內應該可以打得完 那由於彈骨可能比較不順 所以剛剛有幾發空彈 就是沒有打出來的狀況 那我想 這個威力應該是很有說服力 搭配